劳动部公布最新职类别薪资调查 机师的月薪最高 月薪达到27.8万元 而在每人经常性薪资方面 主管月薪约7.5万最高 基层劳工只有3.1万最低 六月毕业季即将到来 不少大专院校毕业生将投入就业市场 除了兴趣和工作环境 薪资待遇也是社会新鲜人求职关键 劳动部31号公布 去年7月职类别薪资调查统计 以各系职类月薪观察 以机师最高 其次是精算师 医师传播监管人员 职业运动员等 这些职业月薪都超过10万元 而在每人经常性薪资方面 去年主管及监督人员 月薪大约7.5万最高 其次是专业人员6.2万 基层劳工只有3.1万最低 年薪部分主管可以近120万元 基层劳工只有40万元 两者相差近三倍 有学者认为台湾薪资M型化结构 已经逐渐扩大 因应未来数位化时代来临 求职者必须要有数位化思维 与专业能力 才具有职场竞争力 此外进一步分析 各职类在各行业的薪资状况 专业人员以医疗保健 及社会工作服务业薪资最佳 月薪平均6.9万 年薪达101.2万 金融保险业平均月薪6.9万 年薪136.6万 运输及仓储业平均月薪6.6万 年薪则有126.4万 记者大学民讲东西 中文房 はい 谢谢大家